咱老百姓呀 今儿真高兴 咱老百姓呀 今儿可是真是真高兴 哎呀 蓝筹歌 绿筹内 绝对是有特殊情况 反常 太反常了 爸 你也太反常了吧 反常吗 我平时也是这么勤劳啊 不是说干活 是你的嘴 嘴怎么了 能咳上吗 儿子 你看爸穿这身西装怎么样 爸是不是家里以后要来客人啊 你怎么知道 而且还是女人 小鬼 谁跟你说的 啊 感觉呗 感觉呗 哎 儿子 爸问你的事啊 爸爸想找一个朋友 你感觉怎么样 好啊 我也有很多朋友啊 壮丑 莎莎 大熊叔叔也算一个吧 还有 行了行了 我说的不是这种朋友 什么朋友 我说的是那种 嗯 女朋友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看你那个样子嘛 是咪咪的 别说还真有一点啊 不是一点点是很多很多 这孩子 来了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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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你这衣服哪租的呀 啊 我来介绍一下啊 我来介绍一下啊 啊 这位 是我大学的同班 同组 英语课前后桌的同学 温静女士 这位 哼 也是我的老同学 包子 包东东 你好 包 就叫包子吧 显得亲切 对 包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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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静 啊 那个是包子的儿子 阿姨好 我叫小冰 小冰 你好 阿姨好 真可爱 阿姨有个礼物呀 要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 你好 青蛙王子太好玩了 谢谢阿姨 听文静的 人如其名啊 嗯 不错啊 嗯 你把口水先擦擦 哪有 你又骗我 你好 你好 那 咱们 就这么站着 不不不 呃 我们坐坐 请坐 请坐 坐坐坐别客气 我给你们拿水 好 包包包 啊 这就是你的女朋友 可以怎么说吧 如果人家愿意的话 你觉得这个阿姨怎么样 要是她每次来都给我带玩具 我就希望她天天来 那既然有了玩具 你是不是要 爸爸我去跟莎莎撞撞我了 啊 太可以了 去吧 阿姨再见手 舒适再见 爸爸加油 我们当面的方喽 我发现 我发现你儿子超会聊天的 父子一心 父子一心 嗯 用这个来 谢谢 别客气 啊 啊 包子 呃 温静啊 人特别好 呃 脾气又好 又随和 又有耐心 哈哈哈哈 哎 对了 呃 上大学那会儿 好像是考英语二级 二级 啊 你要不帮我作弊 我都过不了 这你多记得呀 嗯 你的肌力可真好 哎呦 我肌力超好 我连你爱吃什么我都记得 哈哈哈哈 我爱吃什么 橘子 哈哈 是啊 哼哼 你那个 要把皮啊 拔得干干净净的 还得把一斤呢 都给抽干净 再撕成一样一样的 拿牙签扎着吃 是不是 是的 哎 当时我就想啊 谁吃橘子 能吃得那么嚼 哈哈 那么仔细呢 所以我我一直 对你影响特别深 我认为你是一个 很细心 很耐心 嘿嘿 呃 是这么一个女孩子 将来谁要娶了你 那就多有福气 我们吃苹果吧 哎 我是说我们吃苹果吧 哎呀 哎呀 我忘了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我该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事 没事 让她走吧 就这么走了 哎 走 她有事 哎 嗯 虽然这儿没有橘子 但是我们可以吃苹果 啊 不吃了 吃 吃一个吧 嗯 不吃了 还是吃一个吧 别客气 哈喽 哈喽 这只辣蛤蟆呀 挺好玩的 哎 多这是青蛙 都差不多嘛 小兵把它送给我 好吗 不给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今天我生日 你的生日已经提前过完了三个月 那我提前过明年的日 难道不行啊 不行 前天你跟小兵要冰淇淋的时候 已经提前过完了 那我提前过后年的生日 难道不行啊 不行 昨天你跟小兵要果冻的时候 已经提前过完了 哼 你还把我的生日记得挺清楚的吗 我还记得这个月 你已经过完了七十九岁的生日 那好啊 我是全部 八十岁生日 难道不行 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要去帮王子做生日礼物呀 你顶多只能吃碗面条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牙了 我叫了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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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 哎呀 怎么吵起来来来来 刚才不玩得好好的吗 怎么了 莎莎来跟妈妈说 妈妈 小兵她不跟我拉阿嬷 是青蛙 哎呀 小兵你看啊 我们莎莎姐都快哭出来了 你就把这小青蛙记得玩两天吧 不别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礼物 你妈妈不是出国了吗 怎么她回来了 不是原来的妈妈 是我爸爸给她爸爸介绍的女朋友 哦 小包谈恋爱了 可是 这里你叫妈还远着呢吧 你们爷俩太心急了啊 那个阿姨对我爸可好了 哦 真的啊 哎呦 那我还真的恭喜小包了哈 那我也得开始同情小兵了 为什么呀 你们不知道吧 这俗话说得好 蝎子的尾巴 红妈的心 一个比一个很多 啊 你们想啊 这白雪公主 是被谁赶出了皇宫啊 红妈 嗯 那是谁不让灰姑娘去参加舞会呢 红妈 嗯 这小红帽是被谁吃了 红妈 是大灰狼吃的 别说了 才不是呢 那个新妈妈可喜欢我了 还给我买青蛙王子呢 这 这什么青蛙王子啊 这不就一扑类蛤蟆嘛 这能说明什么呀 这所以说啊 这个小孩被后妈虐待的事情可多了呢 而且你想想 如果你这个后妈 再给你爸爸生一个小小兵 那你小白菜的苦日子可就在后头了 小白菜 你爱吧 亲爱的皇后 啊 啊 啊 我死日不渡啊 你��天 你要替我 好好照顾我的皇儿 父王 你放心吧 我会很乖的 皇上 你就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 我们的孩子们 皇上 我临死间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秘密 我有一份财宝 财宝 买藏在 在哪儿 买藏在 在哪儿 你说 你说呀 他说什么你听清楚了吗 没有 要你有什么用啊你真是 这老不死啊 死前也不说个清楚 母后 你说什么 谁是你的母后啊 我的宝宝在这里呢 我早就受够你了 我要 夺走你的财宝 占领你的王国 我 我要你做 一辈子的 小奴隶 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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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还在 我坐一会儿弄了 我坐一会儿弄了 熊伟说 你的照片上过学校的橱窗 有过这事 熊伟还说 你在全校 做过学习经验的交流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熊伟最强调的一点说 你在全市的运动会上 还拿过奖项呢 是 拿过一个季军 坐这说 没想到这个臭小子 还说过一句我的好话 不 是三句 是 是三句 熊伟说 你挺懂事的 我确实懂事比较早 因为我知道 什么是责任 是的 有责任心的男人 就是最好的男人 那是在说我呢 其实你挺优秀的 而且还很有自信 肉麻 这点自信我倒是经常有 你有这么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 真是幸福 说得好听 乌婆 其实脑子挺淘气的 胡说 但是我能看出来你很喜欢她 吹牛 我不但喜欢她 你的意思是 小孩子我都很喜欢 那那什么 那什么 挺好的 你也知道我比你大 我又有个儿子 我知道 那这么说 你愿意做小斌的 爸 小斌 你好 小斌 去找壮壮玩去 爸爸看阿姨还有正事要说呢 好啊 爸 你不是今天说美丽阿姨要来吗 怎么是问这阿姨啊 美丽 阿姨 对呀 他就是我爸女朋友 爸 你什么时候又换了一个呀 你胡说什么呀你 爸 别忘了约会了啊 你这 这孩子 你约了女朋友 我就被你打扰了 没有 我 文静 我没有约会啊 我没有约别人哪 你不是 约了女朋友了吗 再见 哎 文静 文静 啊 小斌 这么说 小斌 接受起这个新妈妈来 还是有点困难啊 还别说新妈妈 现在女朋友都不成了 哎呀 小孩猛的接受起来 是需要一个过程 你别急 慢慢来 还慢慢来呢 黄花菜都凉了 那要这样 恐怕就得想想招了 有什么招 下猛招吧 把生米仙做成熟饭 这行吗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让你和温静 先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再让他和小斌慢慢相处 这么个生米煮成熟饭 小斌那不吃也得吃了 这行 是怎么煮啊 怎么煮 看红布片 小斌 小斌 几点了 应该七点半 洗手机还没开始呢 确实还没到睡觉的时候 要不你睡一会儿吧 不困 对了 你今天没睡午觉啊 我从上睡以后就没睡过午觉了 记错了 那是谁家那孩子 要不 奶奶 要不 你看我的耳朵上加个洞好吗 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 我去找重重玩会儿 可以吗 太可以了 去吧 孩子 谢谢爸爸 小斌 今天可以晚一点回来 不是 爸爸很放心 爸爸晚上有点正事要干 好吧 好 去吧 晚点回来啊 我 你 谁 谁 你们家的文艺篇都是这个样子 是啊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分得及 这 没关系 有我呢 我在这 别怕 没关系 你胆子又太小了吧 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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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你确定 你们家的片子 你都看过吗 我都看过 都看过五六 我看咱们还是聊天吧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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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凉了 我给你换 喝水 你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两个人 人影座那边回房间 没有啊 没有 那 那就没有 自己吓自己 文静 啊 怎么样小兵 吓跑了吧 他再也不会来了 我再也不用当小白菜了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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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